欢迎登陆今天的特朗普小剧场 这总统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 这总统大选的瓜也越来越多 这不,就在昨天晚上 已经去世的亚里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 麦凯恩的遗孀,辛迪公开表态 说自己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谁沉想呀,他睡了一觉 就遭到了特朗普的抨击 特朗普先是说自己几乎不认识他 又接着说前副总统拜登是麦凯恩的哈巴狗 要说这麦凯恩和拜登的关系 还真是颇为复杂 两人之间一敌一友的政治友谊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二位政坛大佬的政见截然相反 在参议院也是唇枪舌战 爆发过数不清的争论 但神奇的是,两人的私交甚堵 如此公司分明的处始方式 倒是让人佩服的紧 2018年8月25日 麦凯恩因为癌症不治去世 享年81岁 他生前对自己的葬礼有了明明白白的安排 他拒绝特朗普出席 邀请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致辞 他还特意指定拜登为自己的福灵人 足见两人之间的关系 那是相当的铁 周二晚上 麦卡恩一双辛迪在一系列的推文中说道 乔和我对议题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 我知道他和约翰也有过一些激烈的真问 但他是一位善良诚实的人 他将有尊严的领导我们 辛迪继续写道 我丈夫约翰的人生准则是国家第一 没有错 我们是共和党人 但首先是美国人 这次大选中 只有一位候选人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价值观 那就是乔拜登 虽然早在8月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辛迪麦凯恩就为一段视频配了音 描述了他已过去的丈夫和拜登之间的友谊 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拜登 就过了一个晚上的功夫 眼观六路二听八方的特朗普 就对辛迪麦凯恩背书拜登表示很不高兴 特朗普发推写道 我几乎不认识辛迪麦凯恩 只是应他丈夫的要求 把他选入了一个委员会 目前还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一个委员会 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对这位遗双展开攻击 而是批评了他的丈夫 以及他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立场 特朗普说道 自己呢从来不是麦凯恩的粉丝 说到拜登 特朗普从来不会嘴软 他继续发推写道 乔拜登可是约翰麦凯恩的哈巴狗 在无休止的战争和越战中 做出了很多糟糕的决定 我将其从一场恐怖秀中拯救 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我从来不喜欢约翰 辛迪可以支持瞌睡乔 在辛迪麦凯恩表态支持前副总统之前 大西洋月刊本月早些时候的报道说道 特朗普在2018年访问法国期间 将阵亡军人变为失败者和傻瓜 拜登在周二下午的一场视频筹款活动中表示 这些爆料促使辛迪为他背书 而白宫对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予以强烈的否认 特朗普曾经在多个场合公开的批评麦凯恩 2015年的时候 特朗普曾表示 麦凯恩之所以被宣布为战争英雄 只是因为他曾是一名战俘 而且他更喜欢那些没有被俘的人 据报道 麦凯恩在越南战争期间 曾被当作战俘关押了五年多 就在辛迪麦凯恩为拜登背书之际 特朗普和这位前副总统 在亚里桑那州的民调支持率势均力敌